纵使现今市面上压克力颜料产品多到让人眼花缭乱,而家喻户晓的老字号品牌灰白仍旧屹立不遥。 其推出的这款压克力颜料不亚于其他品牌,以高纯度且鲜艳的色彩,加上强大的覆盖力闻名于世,不仅深深抓住了老顾客的心,也为初学者们打开探索压克力画材的大门。 美中不读的是有些色号的表现跟包装示范的不太一样,可能会跟自己心目中想创作的成果有些许差异。 樱花牌的这款压克力颜料已容易使用而知名,产品不仅拥有高彩度的选色,耐光性,及耐水性也是一流,故能让完成后的作品得以长久保存。 依照堆叠的厚度和周遭环境因素,颜料约1-3小时即可干燥,是一款能有效提升绘制效率的优质组合。 另外,内含的基础色皆十分实用,而其质地几乎能完整融合于各种化材,仅需注意它在接触含油脂的表面时会变得不好涂抹,除此之外是款相当万用的组合。 压克力颜料的一大特色,就是能集油跟辅助剂之间的调和,来创造出更多元的视觉效果。 而此产品不知颜料兼可混合成新色,也推荐同时搭配水或煤剂使用,相信每次创作的过程,都能让使用者如发现新大陆般看到新的可能。 另外,这款颜料也可作为油彩的基底使用,功能可说相当广泛。 只是其中有较多色系接近的选色,建议先依据使用目的评估所需用色后再购入。 想要自在挥洒创意,却又担心颜料用到一半不足的话,相信这款大容量包装的产品可满足需求。 它是以单罐120ml的方式贩售,很适合颜料需求量大的资深创作者们选用,加上这系列之中皆为特殊的色号,故能进一步拓展作品的可能性。 另外,突出的耐光性让其即使放置几十年也不易褪色,质地的延展性也能避免干燥后的均裂问题。 为其单罐的要价不菲,较不适合新手做选购。 以画材闻名的日本品牌好宾,除了制作许多专家级的水彩颜料外,这款不透明的压克力颜料也同样出色。 由于性质的缘故,这款颜料可以轻易覆盖住底层的色彩,且适合用于大范围着色,而不易留下一笔一画的画痕。 加上其干燥过后自带雾面效果,因此成为进阶创作人不可错过的用品之一。 另外,因为组合中的选色相当基本,一活用,就算是压克力颜料的新手也可考虑购入哦。 英国温莎牛顿的压克力颜料,结合了长年的制造经验,及最新的树枝科技,除了拥有超群的色彩亮度,及饱和度外,无论干涂或湿化都能保持原有的鲜艳度。 而质地滑顺的颜料遮盖力极强,使其有如千变万化的艺术魔法师般,不只是平图、厚图,甚至想搭配辅助剂混合使用,都能顺利打发出想象中的成品。 如果想要拓展创作丰富性的话,不妨考虑使用这款颜料来尝试新风格。 相信长期接触画材的人,多少都有听过来自美国的高登,其颜料拥有高纯度的质地及色泽,不止下笔时如同天鹅绒轻浮过肌肤般滑顺,标准的色调让人无论想单用或混色处理都十分便利,与他牌的同色号颜料相比,其成色也更接近创作过程中的色调。 此外,这款产品购入是可以自选想要的色彩,而能够将预算精确地投入在所需的化财,难怪成为了专家必备且爱不释手的选项。 本款压克力颜料不仅是美术社常见选品,同时售价也相对亲民许多,它拥有覆盖力,负着性强的特色,且能够在色彩保和下维持及加延展性并速干,减少等待的时间,若不加水绘制时可以进行快速堆叠作画,宛若油画般的丰厚度呈现,更娇人刮目相看。 除此之外,本品适合用于无油脂的材质表面,因此除了纸张外,木器、瓷器、石头甚至是钾片都没问题,也另有15ml 75ml的各种容量选择,广泛因应使用上的需求。 以流动性加文明的Rony彩色墨水来自英国,色彩丰富多样,选择性齐全,对乌喜爱以沾水比书写英文书法的爱好者,本品无需掉焦即可直接使用,方便又快速,并且呈现亮丽饱满的流线效果,令字体流畅度大大提升。 最特别的是,本品另外推出四款闪烁色,同时可调入一般色墨水使用,在纸面上风干后,将随着不同角度,展露出独一无二的光线折射,变化性相当丰富。 同时也是一般压克颜料少见的呈现,值得推荐。 亲切的售价加上遮光极佳的效果,让本款压克力颜料脱颖而出,成为许多画家,尤其是刚入门还在多方尝试的朋友们的第一选择。 本品不仅具备多款容量,且色系更是丰富多元,亦有数种特殊色,少见色例如珍珠白、银色、金色等可供配搭,令绘画爱好者得以创作出最接近心目中的完美色彩。 此外,本品最高容量至75ml,能够尽情挥洒在各式各样的媒材上,也不必担心将因为快速消耗而需要实时捕获,CP值极高。 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?给我们留言吧! 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,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